因為其實之前 分開了兩年 遠距離遠來也是蠻辛苦的 為什麼還要拍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拍你 歡迎收看週日的東小 Vlog 我是鮑伯 我是維恩 大家看到維恩出現在這邊啦 看東小 Vlog的時候就覺得維恩其實好像沒有離開 但是呢 但是其實我從真正離開日本之後到現在 大概已經三個多月了吧 所以呢 這集的東小 Vlog 我們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這三個多月來 我們發生的事情還有心情 那我們就用東小最擅長的走路的方式 跟大家聊天吧 GO 那我們為什麼今天的起司點是在新宿呢 因為我這次來日本其實是來拍一個客戶的案子 然後我們最後結尾是在新宿拍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新宿出發 然後拍一個這集的Vlog 那維恩就是離開東京的時候 其實呢 我開始注意到就是走路的重要性 所以我買了超多雙鞋子的 只是幾多雙 所以我現在要帶維恩去Adidas看看 就是好走路的鞋子 看他會不會買 來 推坑成功喔 推坑成功 因為這個鞋子他打折打很猛 就是他原本就已經有大概不知道幾% 反正全部打下來大概打了5% 所以有點爽 今天是3月22號新宿車站 東南口的櫻花已經滿開囉 現在要坐車先回高原寺放下東西啦 去開香文的飯店 到高原寺站囉 到爸爸家也到我的住宿了 宿 等一下分享到什麼名字 JR是什麼Mats HotelMats 好走 沒光明 好 這個新電腦啊 這個飯店啊 他就在高原寺JR車站的樓上 然後我昨天睡的 實際睡的結果就是呢 他因為有兩層窗尾的關係 所以我完全不會被車子的聲音吵到 超強的 剛剛買了熱騰騰的 霸尾推薦的 愛迪達什麼Ultra Boost YES 裝上特別的地方 他就是用那個Continental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輪胎品牌 做那個底 所以繁華的效果非常好 繁華啦 繁華啦 真的是 滿沒有存在感的 然後 很柔軟 滿舒適的 不過我第一天看還有點 只有把它全鬆一點 好啦 歡迎收看一年一度的 報恩 睡睡念 這個節目如果是老朋友應該知道 但是已經被我們取消了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事的話 就沒辦法睡念嘛 對 但是就是剛剛好 就這一段時間 就是文剛好一直不在日本 然後一直在台灣 所以就是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睡睡念 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大概是12月初的時候 去年12月初的時候 就從東京的工作結束 然後回到台灣這樣 然後這三個多月來 其實還蠻巧就是我 每個月的月底左右都會來這邊 拍影片 然後剛好可能是接案子這樣子 那就利用回去台灣的時間 一方面就是剪接影片嘛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 多花一點時間陪家人 然後陪女朋友 因為其實之前 分開兩年 遠距遠來也是蠻辛苦的 為什麼還要拍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拍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拍我 有點怪 我現在選去一定是 那 主要也是 我這個人生第一次 當一個freelancer 然後全職的創作者 所以 對我來說 自己的 對自己的時間管理 也是我這幾個月 一直在 學習的事情 這一陣子就是 這三四個月來 我的工作有點 超有點變化 那就是從原本一個 就是operator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team lead 然後我底下也是 開始就是管了 就二十幾個人 那就是 其實會覺得 有時候 有一種無力感吧 因為我 我的內心 我心中是想要繼續創作 我想要把創作 當成我本身的工作 但是每天上班的壓力也蠻大 所以就是 然後委員剛好又不在 我在日本 我會覺得說 什麼時候才可以 東橋可以慢慢 就是可以再成長 然後成長快一點點 什麼時候有很多案子進來 然後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公司 所以 其實這個三四個月 都一直在 稍微有點惶恐中度過 這樣 對啊 不過我們 其實YouTube 最近的成長 已經比剛開始做的第一年 快很多 其實大家如果 有注意到的話 我們第一年 好不容易做了老半天 終於累積到 一萬人 對 可是我們現在的粉絲數 已經一萬三千多 快一萬四 對啊 所以其實 破萬之後的 這幾個月的成長 比起之前來講 應該算是有比較快一點 真的 因為我們影片量也算是 回到穩定 然後 然後影片的質感也 有在提升 對啊 所以就 感謝大家繼續支持啦 現在要去吃晚餐囉 要去哪兒 吉祥寺 飯店在哪裡 你看 直接 電車站 直接直接 直結啦 現在到吉祥寺 但是突然變得超級無敵 冷的耶 分差超大 真的啊 穿好薄啊 救命啊 湯咖哩應該是 自從你回台灣之後 朝思暮想的一道料理吧 對不對 多少 要點什麼 我要吃一日份野菜 20種加上雞腿 那你知道Bubb要吃什麼嗎 SAMURAI SPECIAL 那你知道Bubb的湯底是什麼嗎 什麼 有一個什麼 什麼野奶口味的 這PO一個久違的 在這裡 這是東橋私心推薦 來日本必吃的咖哩 第一名 嗯 這是加那個野奶的湯底 好幸福 這就是幸福的滋味吧 吃飽啦 爽耶 太好吃了 我們現在要從吉祥寺回高原寺 然後繼續呢 討論就是我們 明天的拍攝的行程啦 就是難得在東京坐電車可以到沒有那麼多人耶 以上就是這一集非常沒有主題性的Vlog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我們這種有趣的生活介紹哦 吃飽了 吃飽了 拍攝了見 拜拜 拍攝了 拍攝了 麻煩了